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立歌舞团 我都是元老 一直在歌舞团 到98年移民美国来我才过来 将近50岁那时候来 对 所以刘辛九老师 您是著名的舞蹈表演艺术家 是 时间长了 跳得长了 多么说 那您这么多年的表演经历 一定获得过很多的奖项吧 奖挺多 但是这个大奖就是 第二届文化部舞台又最高奖 文化奖 五个一工程奖 新剧目奖 但是这个文化奖 就是在我一生很lucky地得到这个奖 那这就是对您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认可 是 对吧 那自从您来到美国之后 您还继续从事这个舞蹈的艺术教育活动吗 一时没有停 从98年来了以后 就在CPAA舞蹈团演出 还有在各个团体 担任老师 编导和演员 现在一直到现在还在演出 还在台上 还在教学进行 我曾经看过您的剧照 其中有白毛女您担任主角 那个是很早的 那个是很早的演 但是演这几个戏 是小刀会的刘丽川 这个斯洛华语的神秘桑 还有这个 就这个光光尔汉 月儿五的光光尔汉就获得文化奖 我演了能够五十多个角色 我在台上喜欢 那真是太厉害了 我演的多艳人 那我今天可以让您介绍一下 世界舞蹈日是一个怎样的活动吗 世界舞蹈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舞蹈委员会 就是在1982年 就是他们一个倡议 就是每年4月29号 就是官方定的世界舞蹈日 就是World Dance Day 就是它这个目的主要就是吸引 更多的更广大的朋友们 对这个知识关注和参与 这个舞蹈教育 还有这个就是艺术和文化 是这样的 那您这个舞蹈表演日 不 世界舞蹈日的这个梦想大使 是一个怎样的工作呢 实际简单的说 就是帮助那些有梦想的朋友圆梦 主要尤其是原舞蹈的梦想 舞蹈 那一直都在为舞蹈努力 是 那起初大家邀请你来做这个梦想大使 您曾经有犹豫过吗 或者比如说不太确定 这个工作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您是什么让你最终接受了这个工作呢 当初这个教育文组织 这个世界舞蹈委员会 就九尼山分会 这个也请我担任世界舞蹈 这个2018年啊 这个世界舞蹈梦想大使 当时吧 我的确很犹豫 我当时想我 我行不行 我适合不适合 那做什么呢 怎么做呀 但是通过几次交流 我明白了 我懂了 实际 现在看就是手心朝上 手心朝下 那时候很长时间吧 人们都习惯于 手心朝上的 等待给别人给予 别人给予我们 帮助啊 这个学习啊 权的力啊 还有你的 你的欲望啊 都这些 但我也了解到就是 我们当我们手心 一直停在 朝上的时候 满不 满足不了 那 就是得不到 就是没有这些东西 必须要手心朝下 手心朝下了以后呢 你才感觉到 给予他们 你就感觉到你的生命 更丰盛了 就这个 现在我带那个舞蹈 大使就是对于我来 手心朝下 是迈得一大步 所以我多我 享受 给予他们的快乐 所以我想 我就 我好吧 就担当 接受下来 这个2018年 世界舞蹈梦想大使 所以这个梦想大使的 这个工作 使得你 可以对舞蹈 做出更多的贡献 是 现在 今年我现在就69了 能把这余热 多做点贡献 也好 是 那我们希望 这个世界舞蹈 可以蒸蒸日上 获得一个非常好的发展 那您有什么 可以对观众 或者喜欢舞蹈的朋友们 想说的话吗 就是 我 希望我真心 恳切的希望 从内心里发出 就是会跳舞的朋友 和不会跳舞的朋友 喜爱跳舞的朋友 或者是 不喜欢跳舞的朋友 就是 就是敞开心怀 就是在 4月29日 世界舞蹈日那一天啊 就和我们一起 携手共舞 舞出 我们的快乐 美好的 生命 所以 我说 朋友们 我在这 等你 那非常好 那这是一个 激动人性的时刻 是啊 4月29号 就 就开始了 这个 新一个 启动 已经启动完了 现在就准备 这个 嗯 那 那么 我们今天 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收看 硅谷传说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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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众朋友们 2018 世界舞蹈日 大家好 我是 董文华 祝福 每一位 有梦想的天使 都能 让梦想起飞 一同 走向 更美好的 明天 欢迎